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刘牧师您好 您好 您好 今天非常开心 然后能跟您一起去交流一些事情 然后当然我这边其实也想有些问题 想向您请教 那在这里的话 也许有些朋友还不太熟悉刘牧师 所以我大概念了一下 念一下刘牧师的这个过去的生平 就是刘牧师是上海人 然后呢从在中国官方三字教会里 侍奉了14年 蛮了不起的 然后离开三字后 一直在上海 安徽 江苏 浙江等地方 就是做这个家庭教会 然后到2007年的话成为牧师 然后到2008年到2011年 等于去来美国来定居 在San Francisco这边 在福音派教会又侍奉三年 那2011年的时候呢 这里面我看到 是我从网上看的 从大卫斯科特大主教诸圣维斯基 然后返回上海去做这个家庭教会 然后到2014年的时候呢 就因为就是浙江政府开始就各种拆十字架的活动就开始了 然后就又回到了美国 然后继续参与一些关注中国宗教自由和人权的一些活动啊 所以我们经常在各种活动中看到您的这个身影啊 然后到2016年的到现在呢 就是有跟几位志同道合的基督徒的朋友们一起建立了一个团契 然后呢也不停的在参与各种活动 所以就是根据刚才的就是一些一个简短的对您的介绍 刘一牧师您觉得这些经历来讲就对您意味着什么吗 就是您觉得这些经历里面有什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些挑战 对于人生那些就非常有改变 对于思想有非常改变的一些经历 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其实对我来说我不认为有什么挑战 因为每一天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在不同的环境当中 接触的不同的人那么也是不一样的 当然如果说为什么就说在这么一个环境当中 就是在美国反而更加关注中国的宗教自由 以及信仰状况 那当然是我认为2014年是一个转折点 当然以前在中国三字官方工作的时候 当然我虽然在一个基层的教会当中 但是避免不了要和宗教局要好好关系 因为我在三字里面工作 我在浙江宁波的一个教堂里 然后在上海敏杭区的一个教堂里 我都工作过 所以在这些教堂里工作的时候 肯定要处理到和宗教局的一些领导的一些关系 那么当然这个对于这个教会的发展 在当时来看的确还是有好处的 那么在家庭教会当中就是比较危险一点 就需要防止这个政府的抓捕 可以说在家庭教会当中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到安徽那些地方去讲道 甚至我到什么地方讲道我都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坐火车到哪个城市的站 我下车 然后他们当地有人接我 接我以后坐中巴 坐拖拉机 到哪我都不知道 多少时间我也不晓得 反正他们带我去 去了以后 然后在那里讲道或者给他们培训 过了几天 然后大家要呼来要换一个地方 然后可能去几个礼拜要换不同的地方 最后他们再送我回家 送我到这个火车站 我在坐车回上海 就是我在想 如果在那个时候 如果哪一天被抓起来了 可能人家都找不到我 因为我不晓得 我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 当然到了美国以后 可能更加关注的 可能也还要处理 这个弟兄姊妹很多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 来我们教会的人 大多数都是新的移民 他们会面临很多的问题 我想这个作为牧师来说 都应该那么想办法 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包括这个在外边的一些工作上的介绍 比如说他们生活上的需要 给他们提供一些必要的帮助 当然最要紧的是给他们 在这个灵性的生活上面 那么给他们支持 使他们能够在这么一个陌生的国家当中 能够扎根下来 能够开展自己美好的生活 我想所以都有不同的挑战 当然改变我思想的时候 我讲过就是2014年 当时因为浙江政府拆十字架 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把那些拆十字架的照片 把它放在那个微博上面 我知道共产党是 可能是就是对这些事情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我当时想 我就不发表任何的言论 只是把微博做一个记录而已 就是写上几月几号在什么地方 然后就发一张照片 结果就是因为这些事情 那么警察到我的住所去 来了几次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不妙 然后我就买了一张飞机票 我就立马回去了 因为我当时我已经是绿卡嘛 所以我就很容易买了机票 然后我就走了 就是这样 所以来到了这个美国以后 我就看见这个中国对于基督教的迫害 越来越严重 所以这也是让我站出来的一个原因 好的 对那个非常开心 当时听您的这些这个介绍啊 实际上您在匪区啊 就是中共的这个控制地区 或在自由世界在美国 实际上您做了两种看起来 就是至少别人看起来 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事情 一方面您是想方设法的 在大家的帮助下 或者自己您去传福音 去讲道 让更多的人这个认识神啊 然后能接受耶稣基督 然后呢在美国的话 反而你更愿意去帮助大家 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 因为有更多的人 就像新移民说的 新移民到这边来讲的话 可能很多地方都是需要 不只是仅仅是听福音 而是需要工作上生活上 或者是甚至一些小事项 都需要这个教会的帮助 您在这里面也起了很大作用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这个了不起的 所以是这样啊 我们继续 我们谈到这个海外的这个华人教会啊 就是我也来过这个 去过两个海外的华人教会 但坦实来说我并不是这个特别喜欢 我也不好说是为什么 所以现在后来慢慢的 我才去了这个新人教会 那您之前提到过就是 两年前您说过 说中共在海外教会 就是有渗透的这个事情 所以我看到你这么说以后的话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我有这种感觉 但我不好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 我就觉得有些人看起来 跟我说话就不太对劲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另外的话 你也提到过 这是更早您提到过 就是说 你觉得很多华人的基督徒 或者在教堂里那些华人基督徒 他们并不是上帝的仆人 就是您能解释 为什么就在美国会有这种情况发生吗 因为其实当我到美国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渗透是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 中共对于美国社会的渗透 是各个方面的 可能宗教一块对它来说 可能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中国当这个三字 还有政府在三字的影响 其实一直都是 为什么会对于基督教的控制 特别的严重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 就 毫雷 帝国主义的这个 意识形态的一个表现 所以呢 他们对于基督教的控制 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控制 都是相当的 我没有想到到了美国以后 发现很多的美国的华人教会 其实可以说就是在美国的 三字爱国教会的一个延伸 中国三字爱国教会在美国的一个延伸 这是给我看到的一个非常 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 我曾经看到这个纽约的一家教会 公然的在教堂里面 在美国国庆日的时候 公然的在唱这种 五星红旗随风飘扬的 这样一种红歌的曲调 我当时我就和他们的那个 放那个的这个视频的人 我跟他们留言 我说你们是在教堂里面 在亵渎上帝 结果他们的那个牧师 还有他们的那些人 他们还到我的这个脸书下面来骂我 后来都拉黑了 可能那一层少不到了 那还看到有人告诉我 在有一些华人教会 他们聘请牧师有一个条件 就是这个牧师必须是 中国官方神学院毕业的 我感到这是非常 非常好笑一件事 来到美国没有神学院 为什么一定要中国官方 神学院毕业的人 在教会里做牧师 当然还听到有很多的反应 有一些这个国内的一些三次的领袖 他们把他们的子女送到美国来读神学 然后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里做牧师 然后他们这些人做了牧师以后呢 又把在中国的三次爱国的那一套所谓的爱国爱教的内容 又带到这边的华人教会里面去 还有一些牧师 他们在讲到的时候 公然的歌颂中国 唱衰美国 甚至有人告诉我 有牧师讲到说 像这个这一次的武汉肺炎 这个新冠病毒是美国传播的 居然也有华人的牧师敢这么讲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当然还有一些华人的牧师 他们会带他们教会的会友到中国的爱国教会去进行短宣 其实所谓的短宣 不过就是和官方教会他们互相的勾兑而已 我记得非常清楚在2008年的时候 我当时来美国没多久 后来应邀到三藩市的一个华人教会去讲道 讲道以后在吃饭的时候 那个牧师就跟我一直在夸耀说 哎呀我到中国大陆去讲道 当地的那个宗教局有多欢迎我 领导们都来陪我吃饭 带我到处去玩 所以他说中国现在宗教有多么的好 我一想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情 因为我自己在三资里面工作了这么多年 我知道当地的当时是什么一个光景 所以我看到就是很多的人 他们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可怕 所以这些人甚至还有一个牧师是非常好笑的 是我曾经讲过在加拿大的一个牧师 他的教堂的建造居然是三字会给他的钱 到了一个教堂 然后他就不断的殴割 把中国的宗教有多么的自由 就这样的人 所以我一直在想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只能敬拜和事奉独一的上帝 我们要有一颗正义的心 去看这些问题 包括基督所讲的就是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 不是重这个就是听那个 但是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 他们是更爱中共政权 更爱中国政府 他们根本就不敢站出来 对那个邪恶的政权说不 当然有些牧师是有的 但是这一些敢对邪恶政权说不的牧师 有很多人都被抓进去了 包括像王一牧师 这些牧师的三字会中也有 包括像反对拆十字架的包国华牧师 邢文乡牧师 像包国华和邢文乡都是浙江的 包国华被判14年 邢文乡被判12年 那么这些牧师他们都是 对于中共的一些邪恶的做法 他们提出了反对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然后不去执行中共的政策 于是他们就被抓了 所以可想而知 那一些拼命于中共邪恶政权的牧师 是有多么的可怕 那些基督徒有多么的可怜 所以他们一直是用所谓顺服掌权者的这一种 这种话 这种经文来麻痹那些基督徒 其实我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 我想过他们这些人并不是 也谈不上是真的是顺服中共 他们看起来好像是顺服中共 好像非常的听党的话 其实他们是存在一种恐惧 明白 他们是从在党的领导下的一些既得利益者 他们在共产党里捞足了好处 所以他们为了这些好处 他们也不愿意 或者只能假装的没有看到 中国政府对于基督徒的破坏 明白 这是非常可怕的 那既然这些人这么害怕中共 这么拥护中共 他们为什么还示范上帝呢 他们不要做牧师嘛 所以我说过你们不要做牧师嘛 你们做宗教局的领导就可以了嘛 对吗 这么简单 他如果是宗教局的领导 那这是他的工作 他们他听政府的话 领导宗教 但是他又挂了一个牧师的名义 然后误导信徒 这才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我一直说 中国的官方教会他们就是中共的喉舌 可以说他们是在教会当中的党支部 您这个概括非常准确 确实是我也感觉就是宗教来讲的话 其实在海外 中国中共通过场地来去控制这些 这个华人教会 就把他们当成了这个大外宣的这个一部分 所以在您这边来看的话 就是中共和这个基督或者中共和我们的基督信仰来讲 是根本是不能相容的 但是其实我们也知道 其实像海外这样 就是即使是自由的地方 就是不会被这个宗教所打压的 这些自由世界里的华人教会 或者当您说的牧师 真正能站出来反抗中共的人极少 非常的少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知道跟中共合作的话 有名有利 然后在这个很方便 然后就包括建个教堂什么之类 都可能很方便 那您反而是就是反正站了出来 站了出来以后就经常去参加一些政治活动 那我想就很多人说 那我不管政治的事情 共产党怎么样来讲的话 对我来说是没关系的 我们只是我们那是属世的 我们属神的 然后并且保罗在书信里提到 我们要服从掌权者这个事情 他们认为共产党这样的这个执政是合法的 那合法以后的话 我们就在它的合法性下面来讲 争取最大的这个宗教自由就好了 我们不要去碰他们 他们不喜欢的事情 那您怎么回应这种观点呢 有很多的人都说 说在罗马书十三章一节 说在这有权柄的人 人人当顺服 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 班长他都是上帝命定的 其实这节经文也是宗教局的领导 特别喜欢的一节经文 那我在三次的时候 偶尔会去宗教局开会 那么每一次都看到领导在那里 用这些经文来教导那些牧师 你们要顺服掌权的 你们要顺服掌权的等等等等 我想宗教局的领导可能这节经文 他们背的是最熟了 背的是明牧师背的还熟 但是关键在这里 谁是那个在上执政掌权的 真正的掌权者是谁 所以每次有很多人问我这问题 我都会问他 你想想看谁是真正掌权的 耶稣曾经对比拉脱说过 如果不是那上头的人给你权柄 你就毫无能力来办法我 你好无权柄来办法 那么上头的权柄到底是谁 是凯撒吗 当然不是 因为所有的权柄都是上帝的 我们在被主导文的时候 在祷告的时候都说 荣耀权柄都是你的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都是你的 对吗 我们这么祷告说 在祷告文里面 那么权柄是上帝的 那么真正的执政的掌权者 那就是出于上帝的 出于上帝的 但是 怎样的权柄才是合法的呢 只有掌权者 他 晓得他的权威 是出于上帝的 然后他能够安着上帝的旨意去行 那么他的这个权力 才具有合法性 如果这个掌权者 他否定上帝的权威 违背上帝的权备 犯罪作恶 那么这个政权的合法性 就应当被记忆 所以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经文 非常重要 就是使徒们说的 顺从上帝 不顺从人 是应当的 那些犹太的掌权者 他们命令使徒 不能够奉基督的名 去传道的时候 使徒给他们回答 就说 我们只能听上帝的 我们不能够听 那么今天在教会当中 教会作为社会的良性 他应该对上帝负责 他不对政府负责 他不能够成为政府的附庸 而应该站出来 实践上帝的正义 而且我曾经 一直和弟兄姊妹也说过 我自己在推特上 我也表明过 中共政权 是人类历史上 最邪恶的 甚至他是一个邪教组织 没错 他具有邪教一切的特征 包括 对教主的绝对服从 不能批评教主 不能批评他的教义 不宽容其他的信仰 不允许脱离教派 四敛财 对信徒实行思想控制 这个标准是中共自己定的 这不是我定的 中共自己定的 说邪教的特征 但是这些特征 全部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一个基督徒 一个真正相信上帝的人 怎么可能又兴奋上帝 又去兴奋邪教呢 保罗说的 义的和不义的 有什么相交呢 光明和黑暗 有什么相通呢 基督和比列 有什么相合呢 信主的和不信主的 有什么相干呢 上帝的殿和偶像 有什么相同呢 那么除去对于这个 基督教的信仰和 共产党的这种信仰 完全是对立的之外 那么从政治的角度来说 中共也是极其腐败 无恶不作的一个政权 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 他们不断的危害 在中国大陆的人 甚至他们危害到全世界 包括现在的 中共病毒 或者说武汉肺炎也好 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他们至今隐瞒 这个新冠病毒的传播 在武汉的这样 当时传播的真相 打压和抓捕公民记者 让这个病毒 流传到了全世界 危害整个人类社会 所以对于这么一个 邪恶的政权 正常的人都不会去维护的 何况是基督徒 所以我一直说 一个基督徒必须要站出来 要去反对这个邪恶 在圣经里面 其实很多例子 有些人说你牧师 不应该讲这些 他说你作为牧师 你只要讲道就可以了 讲灵魂得救就可以了 但是圣经里面 有很多的例子 很多的经文都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讲社会正义 包括在圣经里面 讲很多的先知 比如说在以赛亚书 第一章当中 以赛亚先知就反复的宣告 说如果一个社会不公益 那么上帝就要拒绝 他们的献祭和祈祷 当时的以色列的社会 存在着收取贿赂 忽视 孤儿和寡妇等 这些弱势群体 先知就警告他们 如果你们不悔改的话 那么你们的献祭和祷告 上帝都不听得 而且在真言里面 特别的强调说 你当为哑巴 为一切孤独的声愿 你当为哑巴开口 为一切孤独的声愿 你当开口按公义判断 为困苦和穷乏的人变去 圣经里都这么讲 在新约当中有很多的例子 包括施洗约翰 今天是6月24号 正好是按照教会的节日 是施洗约翰的诞辰 那么在这个圣经里讲到 关于约翰的事情 讲到有很多的人 到他那边去洗礼 他就责备他们是毒色的种类 然后关照他们 要去关心身边那些贫穷的人 然后对那些税吏来说 让他们不要去 按照立定的数目收税以后 不要去成真暴恋 那么对罗马的士兵来说 不要以强暴待人 对宗教领袖 让他们悔改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关注社会 当然最重要的是 耶稣基督 他在圣经里面 也是这么说的 我记得有一次 在讲道的时候 和弟兄姊妹就讲到 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 耶稣说将来末世的审判当中 有两种人 一种是义人 一种是恶人 一种是承受永生的 一种是要下到地狱当中的 那么我们一般都认为 那种下到地狱里的去 那肯定是坐监犯科的 肯定是奸淫掳掠的 肯定是为非作胆的那些人 但是耶稣却说 那些要下到地狱当中的人 却是那些不关心社会正义的人 那我渴了你们不给我 我饿了你们不给我吃 我赤身露体你们不给我穿 我在监狱里面你们不来看我 这样的人 耶稣也说他们是作恶的人 这个经文其实对我们 是非常大的一个提出 我在讲道的时候 我特别提到 耶稣说我在监狱里面 你们不来看我 那些要下地狱的 要灭亡的人就说了 我们什么时候看你在监狱当中 我们不来看你 就是我们知道在极权社会当中 有些人为了正义的缘故 下到监狱去了 真的别的人如果去判他的话 也会担很大的风险 那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个一些 基督徒的律师去关注那一些 被这种邪恶的司法所冤枉的那些人 去为他们维权 不就受到迫害吗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些 别人遭遇的不公 我们不敢站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就成为了耶稣口中的恶劣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想当我站出来 和一些弟兄姊妹一起抗议 这个邪恶政权的罪恶 揭露他们的时候 我不认为自己参与什么 所谓的这个政治活动 当然即便参与政治活动也没错 因为人本身就是政治的动物 政治就是人聚集在一起 会产生的关系 这就是政治 所以说参加政治活动 和我们反对参加政治活动 其实也是一种政治的言论 所以这个都是一样的 但对我来说 我更注重的是什么呢 就是圣经里对我们基督徒的 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就是上帝说 你要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 所以站出来是履行圣经的要求 履行上帝的旨意 而不是我对政治热衷 其实说实话 对于政治方面我是不懂的 我们很多弟兄姊妹 他们都非常清楚 会讲这些东西 都一套一套的 我讲得清楚 但是有一点要讲清楚 就是我们是维护社会正义 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知道 中共的政权有多么的邪恶 因为中共的宣传 如果一个人每天都是看这个CCTV的话 他的脑子就是被洗脑的 他根本就不晓得有多么的黑暗 所以说我以前也不知道 我是参加这个家庭教会以后 我到了农村里去 我看到那里的人有多苦 因为在上海虽然大家说 日子肯定不是怎么特别好 但是比起那种安徽啊 那种江苏那种农 特别穷的地方 那个应该是好多了 但是到我到那边去的时候 我才发现居然会这么苦 居然会这么苦 居然还有这样的地方 居然会人生的病 能在家里等死 这个是给我的政经是很大的 明白 只有亲身去精力去看 你才能够知道 在中共的统治之下 人有多么的可怜 没错 当然到了2014年以后 拆十字架给我的 这个 给我的这个觉醒就更大了 明白 这个听您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过瘾 这个其实也许以后 很想再多听听您讲到了 是这样就是 那我们就直接跳到最后一个问题 今天耽误您时间挺多了 就是经过了这些事情 然后您决定成立这样的一个 叫华人基督徒 基督徒公益团契的这样一个 算是一个组织 算是一个团体 那听起来的话 您还是想就是 想拯救更多的人 想团结更多的人 或者想去让您自己的组织 在美国这边土地来讲 有更好的一个输出秩序的能力 能够帮助更多的人 那您只要像对华人来讲 那这个概念其实是 我们经常说是 中共来统战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华人 大家都说中文 对不对 然后呢 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 是吧 你不能老说我坏话 是不是 然后呢 我们用华人来统战 你给你一些好处啊 什么之类的 那您也用了这个华人 这个基督公益团契 那您起这个名字的 当然我们要说您为什么 您还是介绍一下 这个组织最终的目的 就是您成立这个组织 初衷是什么 然后您为什么会 用华人这个词呢 原来我们这个组织呢 是一些弟兄姊妹 在一起这个通过祈祷 想为中国的这些 受逼迫的人 受压迫的人一起来祷告 但是对我来说 后来当然一直在祷告 包括现在我们每天祷告当中 我们还是为中国的那些 受迫害的那些 受中国政府逼迫的那些人 祷告 我们也为其他的宗教信仰者 我们也为维权律师 和人权人士 我们也为港人 藏人 蒙古人 维吾尔人 等等等等 我们为这些人祈祷 但是对我来说就是 祈祷是不够的 祈祷要化为行动 如果祈祷 仅仅是祈祷的话 那可能就会 成为另外一种 形式的宗教鸦片 来麻痹自己的心灵 所以祈祷是化为行动的 那么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站出来的一个原因 那么至于华人这个问题 其实我当时起这个名字的时候 我是经过很长时间考虑的 因为在2016年 我们第一次出来活动的时候 当时是这个 709一周年的时候 709一周年2016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那么以这个 公共长期的名义出现了 当时是以湾区 基督徒公益团区的名义出现了 一个地区 对的 OK 但是呢 真的注册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问题了 就是 如果仅仅是湾区的话 因为当时我们后来 参加祷告的人当中呢 甚至有洛杉矶的 那么还有一些国内的也在 那么如果有湾区的话呢 就好像又不怎么适合 那么而且显得这个面很窄 但是我又不能够使用很大的一个 比如说美国也没这必要 因为毕竟我们只是一些 从不同地方来的 有中国国籍的人而已 所以后来还是选择了用这个 Chinese 就是华人 因为这个也是对我来说 这本身来说 我并没有那种 好像认为华人是一种统战的 一种概念 我本来没这么办法 当然了对我来说 我是上海人 你看到有很多照片当中 我是举着那个上海独立的 那个旗子 对于我们上海人来说 就是有一种就是说 从小就意识到 我们和别的人是不一样的 对 大家对上海人可能有一种看法 就说因为上海的眼界很大 就是除了上海人 离开上海的外地人 对吗 我们都有这个看法 就上海人真的是这样的 那么因为他的 我们被称为海派文化嘛 我们和别人 对我们讲这个方言 即便到现在 只要我碰到对方是上海人 他跟我讲话 必须要讲上海话的 这是一种 就是我这个要求 就是说你是上海人 你跟我讲话 为什么讲普通话 就这么简单 太好 你是上海人 你跟我讲话 就要讲上海话 但是问题在这里 我们在美国 我不可能仅仅成立一个 上海人这个团契 那就显得范围很小很小了 不现实也不可能 那么为了有更大多数的人 能够一起来共融参加在一起 所以最后我还是使用了 这个华人 那么一方面呢 那么这对于在西方的英文世界 他们不晓得你这么有 这么多的细分 对吗 他不晓得这么细分 他们只要认为 从中国大陆来的 拥有中国国籍的 甚至你没有中国国籍的 哪怕新加坡来的 或者台湾来的 香港来的 他们的概念都是华人 都是Chinese 都是Chinese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细分的 没有办法 这可能是一小时代 但是而且呢 对我们来说 我们的教会 永远不会以种族肤色 没错 地区来区分的 这也是教会的一个特性 虽然我们用华人 只是强调了我们这些 在教会当中的人呢 原本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或者说我们主要的成员 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这些人而已 仅仅仅是这些人 当时也没有好像有别的那种 特别的那一种想法 当然在我们的这个 这个教会当中啊 那多数的弟兄姊妹呢 都是主张独立的 这也是一个 一个这个事实 大多数 或者说绝大多数都是 这个 主张独立 那么 对就是 这个自我来说 这个独立呢 就是反对大一统的中国 本身也没有错 因为 我们在 我和大家在查圣经的时候 讲到创世纪 讲到八别塔上帝 这个 让八别塔的人能够分散 其实就是对大一统的一种否定 所以对我们来说 华人这个 不代表我们对中国 或者对大一统的身份认同 而不过就是 说明我们这些人是 从 中大多数的人 从中国大陆来的而已 那么 我们也愿意吸引更多 从中国大陆来的人 然后 通过在教会的信仰 教育 使他们摆脱 对于大一统身份的认同 非常好 因为我们 基督徒的联合 绝对不是 一种语言 或者一种国家 或者一种种族 或者一种地狱 我们的联合是在于 主耶稣基督里的生命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 最基本的 一个信仰 正如圣经里面 保罗所说的 你们英姓耶稣基督 都是上帝的儿子 你们受洗归路基督的 就是披带基督了 并不分犹太人 希腊人 自主的 为奴的 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 基督耶稣里 都成为一了 我想这是 对于我们一个 信仰的一个 很重大的一个启示 就是我们脱离了 对于中国的 他们所认为的 大一统的理念 而进到了 在上帝里面的 教会当中的合一 这其实是一个 信仰本质上的飞跃 那么 当我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其实 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 我们爱不爱中国 都有一种 我记得在 在2020年年末的时候 我接受了 敞开的门的 这个总裁 和首席执行官的 一个开访 他就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 刘牧师 他说 你爱中国吗 我当时是男丫头 挺简单 我不爱中国 但是不爱中国 并不代表 我们不爱在那里 生活的人 对 哪怕那些人 不是我们的同胞 因为我们祷告 我们不仅为 中国大陆的人祷告 我们还在 还为别的地方 受到迫害的基督徒祷告 没错 我们都会关心 包括印度的 包括在巴基斯坦的 因为在世界上 有很多地方 都基督徒受到 我们都为他们祷告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是为那些 受到中国政府 迫害的人祷告 而我们爱那些人的灵魂 盼望他们得救 所以并不是说 我们去爱这个中国 对于一个已经在生活 美国这么多年的人来说 我为什么要去爱那个 我根本就不可能回去 我也不想再回去 就这么简单 您说的这太好了 然后非常非常精彩 然后我觉得自己 其实一直想听你这样说下去 但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当我们这么长时间 那非常感谢 然后我觉得 您是我遇到中 说中文这个牧师里面 我觉得各方面 就很想让人去追随的 最想让人去追随的 那种牧师 也希望就是以后 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交流 那再次感谢刘牧师 也感谢能够收看 收听本次节目的观众 和听众朋友们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好 刘牧师 我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